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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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这样下车以下周围没有人 其实他是没有犯错的 但是他还是被开了三万 但慕尤丁你证据确凿 你去方长医院去这个隔离中心 你的口罩没有盖到鼻子 有什么对付吗 你还叫我们遵守SOP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高官 这些狗官 我们说直接一点 狗官三个口 我这样讲不要害我被抓 这些三个口的人 为什么他们确诊率会比我们平民感 百姓高出十倍到十五倍的情况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超人 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 以为自己有特权 所以才会这样子 像陈哥举出来 纳兹里开新闻发布会 坐在他旁边全部没有开 没有戴口罩 我们不要说纳兹里的记者会 纳兹里不是官 他以前是官 现在不是官 我们看内阁会议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内阁每个星期五之前 现在没有了 现在视讯开会 在之前疫情爆发的时候 每一次都开会 有哪一次是全部人戴口罩开会的 他们坐到这么近 戴口罩的小猫两三只 其他全部都不戴 你自己没有立下榜样 你要人民怎样去遵守 而且像刚才说 人民的感染率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民 没有本事 没有钱 没有特权 像陈哥讲的 纳兹里隔离还可以很高调的拍 我在隔离 售出他老婆 售出粉红色的Glan 手环之后 然后就奔向大海 去Enjoy 如果给那些 平民老百姓看到 是什么感受 老马 前首相老马 今天也发了一个贴文 抨击他的家人 确诊了 被叫回家隔离 直到呼吸不顺畅 才给他去医院 所以老马 这样子 前首相 马来西亚执政最长的首相 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何况是平民老百姓 这个不是我们攻击政府才这样子讲 我自己的朋友 现在疫情真的不是开玩笑 已经在社区了 之前3月疫情爆发 到12月这个时间 9个月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我的朋友或我朋友的朋友中 没有 就是我直系的朋友 没有中过 12月到现在 我的朋友已经有3位中 这个肺炎了 然后我朋友的朋友 我认识 但是不熟的 大概有10位 所以 然后这些人 中 他们也是跟老马 说他的亲人一样 他们是去私人医院检查中了 中了之后 私人医院会打电话给 卫生部 叫 要来治疗他们 然后他们打电话去的结果是什么 叫他回家等 如果你有 什么呼吸困难 你 你觉得你要死了 你才来 打电话给我们 你先回家自己隔离 然后隔离有SOP 叫你自己follow 所以就是这些人 你看 连确诊的人 都不需要去隔离 然后有些人 手环都没有 就叫你在家隔离 这个就是为什么 病情越来越严重 因为 中的人不敢讲 讲了 我要害我的公司 关14天 我要害我的公司 全部人要隔离 我就没有人敢参我 我的朋友不敢跟我喝酒的 不敢跟我吃饭的 怕传给我 所以他们不敢说 不敢说他们就要装着 若无其事 继续去工作 继续去上班 继续去交际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这些三个口的关 我不要再说那两个字了 讲了两次 这些三个口的关 就是罪魁祸首 我们马来西亚疫情会爆发 就是因为政治的双重标准 对政治人物一套标准 对我们平民老百姓一套标准 这个才是真正会爆发的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陈哥刚才有讲的 我约略讲一下 像纳兹里 像哈勒赛 这些人 他们确诊了 他们不当一回事 因为老实讲 肺炎这个病 COVID-19这个病 你被感染了 只要你有接受到好的治疗 即便你是重症 你呼吸困难了 肺已经受感染了 你只要有呼吸器 你接受适当的治疗 你是不会死的 除非你真的身体很弱 你有抗尿病 你有心脏病 你有高 你有很严重自身的疾病 肾病这些病发症 你才致死率比较高 所以这些三个口的关 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中了 他们可以有得到 最适当最好的治疗 而平民老百姓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马来西亚 连续几天十多个人死了 今天好像十八个人死 破我们的记录 这十八个人死 三千多个人确诊 四千多个人确诊 这些不是一个数目 它是每一条人命 每一条人命背后 有爸爸 有孩子 有兄弟姐妹 有爱人 有朋友 所以这个政府 真的是难辞其咎 我交回给陈哥 陈哥有怎么样 嗯? 我今天没收到